一样的位置会比较简单,因为我可以找不到它 那将来你如果是放在同一个资料夹一起搬也不会产生问题 OK,那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怎么样建立这个ASZR库,简单再复习一下 基本上我们的 这个office里面 会有一个 这个 OK 那我们建立的方式的话,一进来之后会有一个 特别注意,我上个礼拜有讲过就是说 ASZR跟Word也不一样,就是它是先怎么样 先存档 再放资料 跟那个Word也不一样,Word也不一样是先做完再做存档动作 不一样,所以第1个 你要先放哪里 那我们就找到 这个我们的 假设我们的练习范例里面 然后,不过这边我已经有一个名称叫房贷 我叫房贷2好了 OK 然后呢,副档名是ACCDB OK 好,那档案类型的话 这边当然你可以挑一下 如果说你较相容于旧的格式的话 他这边都有了 那我比较建议是 你用那个 2003的格式 不过 基本上2007 目前的相容性 也还OK 所以我们用那个这个 这个预设的好了 先用ACCDB 那如果说你有那种 无法开启的问题 你可以试着把它改为 旧的版本 就是 MDB的格式 相容性会更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